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对焦欸 戴着口罩 嘿 大家好 我是艾伦 我是我依依 欢迎回到艾伦的生活纪录频道 今天是2020年的2月几号 十号 是星期一 吃个平日 我们现在人在中山站 在这吃个晚餐 然后呢 我们就要去一个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去的一个地方 就是去看 台北灯节 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跟大家说 就是心情郁闷嘛 你就说 心情郁闷就要吃好一点的东西 就我们连踩两天咧 真的 我们第一天晚上在IG上面 如果限时动态大佬看到的话 我们去踩了一家铜板烤肉 第二天 踩了一家泰式料理 对 所以我们 连踩两天咧 安全起见 我们来吃我们已经知道好吃的东西 你好 用餐两位有位置吗 有订阅吗 没有 来 开动咯 有没有这种幸福的感觉 有 吃好吃的就会有种幸福的感觉 对 最近踩太多踩到怕了 开动咯 有没有洗手 这样就对了嘛 谁像你一直去尝鲜啊 寻找新鲜感 可是为什么说 学我 要求稳定 这家也是我们尝鲜吃出来的 一次成主顾 是这样用了吗 好像怪怪的 当然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不能少了冰拿铁 最后一个主战上来了 这就是我们 从第一次吃 到今天 每一次来GV一定点的 第一次吃觉得很奇怪 没有觉得很奇怪 就是第一次吃会觉得很奇妙 可是越吃就是 反而越来越忘不了它的味道 对 它就是有一种让人 流连忘返的感觉 因为它很特别 Masara嫩鸡 然后我们都会跟它们改宽面 也会再请它加一点点 拉下去炒 更好吃 最后一个当然就是 免不了的甜点 这个是我们 上一次才发现的 它们的甜点 叫做什么 巧克力布朗尼 超好吃 太快 是不是有一种幸福的味道 Kobi我的表姐 我刚刚没有这样 你刚刚有这样 不是这样 它后来又变这样 还有这样 你不要再害我了 你不要Kobi吗 快点 有 有没有一扫 郁闷跟阴霾 整个星期间都好起来的呢 真的很好吃 这样子就对了嘛 昨天吃那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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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都有维持在一定的品质 哦对 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吃美丽华店的 我们今天吃的是 中山店 嗯 品质都有维持 对 你看刚刚那个 那个巧克力布朗尼 一样幸福的味道 吃了它 幸福就会来哦 我揍你我跟你讲 就是吃了它 小爱就会自动现身是不是 他吃 因为太幸福 这个已经是不是没有啊 对啊 这好像是新盖的 很漂亮耶 而且它可以走上去上面 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看到 很繁忙的马射路上 我们上去看看好了 它有设计耶 哇 这个场景这样拍照应该很好看 这个地方叫做新中山 后面是爱迪达是不是 对啊 你是说我代言的那个品牌是不是 你要不要脸了 我觉得它捷运站这样规划 为什么 为这一代整个多人一股生命力 你不觉得 它是用一个捷运站的上面把它盖起来 以前我们一直经过这里的时候 都觉得这一块地方很浪费 哦 设计好人潮就来了 然后下面还蛮多人在下面约会的 以前我们也有在这里啊 有啊 有一次 我拿那个雅典娜给你的刷 我就在这里啊 这样讲怪怪的 很多年前 就是你生日的时候 我们去吃旁边的干杯 记得吗 好 不错 哎 前面还有耶 而且它有用那个灯的布置 对啊 有点像那个圣诞节的装置 这个跟我们上次来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色 整个很bling bling 对啊 我有点穿越时光 我现在是圣诞节 没有啊 你现在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是仙度瑞拉 你又想要帮我创造什么角色 不知道 为什么这里就感觉想到灰姑娘 那给我一个玻璃鞋 对 还有南瓜马车 不要给我寄过来哦 我真的是怕了你们啊 不错不错 我觉得这样台北有一个新气象 而且你从前面走到后面 你不觉得有一种国外感吗 就是好像我们今天到 韩国的那个 什么桥旁边那种 还是在日本的 什么电视台下面的公园那种感觉 而且两边餐厅也蛮多选择 可是我们今天的主轴是 台北灯节 对啊赶快啦 等下还又没有了 但是我们要不要穿越一下啊 你要穿越哪里 中间这一条迅速 有人在等线 等线 去复杂的部分 嘿 你会没事 会没事 有人在等线 等线 经过了千辛万苦之后 终于到了今天的主题了 千辛万苦吗 因为我们每一次要拍什么主题 然后前面都会好像被其他的东西耽搁 就跟我们的旅游一样 永远都不照行程种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对 来我们现在人在西门町 我们要来看2020年的台北灯节 每一年在元宵节的时候 都会在这一条街上面 就是西区的部分 是从西门町开始 会有一个主灯 在西门町那边 红楼的外面 然后沿着这条街 现在就会有很多其他的灯 然后会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在中山塘那边 然后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在北门那边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北门那边 往后逛 我们之前都是从西门那边 逛到北门去 所以我们今天倒过来逛 然后今年是鼠年 所以原则上 会有很多老鼠的元素在里面 再来就是今年的主题是 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台湾人竟然不知道 你是不是先Google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刚看到的 他刚刚hashtag together we glow 在一起我们一起发光 诶 而且 灯变了 会变颜色诶 有没有看到我皮肤的颜色变了 不错诶 这个天桥突然又变得好像 你今天是对台北都有一个 重新的认识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有来 这附近逛街了 可能哦 你不觉得 这个天桥比我们上次走的时候 好很多 我们自闭太久了 是时候该出来混了 不是混啦 是讲什么东西 今天台北跨年的主題就是我們都是在這裡混大的 是這樣子喔? 對 給你謀混過關 走吧 這個畫面很漂亮耶 是喔 因為後面在發光 就是今天的主題啊 We Glow啊 我們選人文藝術頻道的版主 Youtuber Youtuber 來幫我們解析一下剛剛你看的這一段 有什麼感想嗎? 哈囉 你先講好了 欸 欸 你不能這樣拉慘耶 人文藝術頻道的 YouTuber 你不能突然問喔 我沒想 你就是要信手拈來這樣才對啊 我覺得還是很棒 就是年輕化節奏很快速融合了台灣所有的特色在裡面 同時它連音效喔 你仔細聽它的音效 除了是那種很年輕人的音樂之外 它裡面用了很多的音效 比如說台北捷運站的那種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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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那種 就是很代表台灣性的那種聲音 讓人家一聽你就知道說 喔 就是台灣 所以我覺得讚 棒棒 看完燈光秀之後呢 現在我們要去找中山堂 去看中山堂那邊的 那個叫什麼啊 廟會 廟會 廟會廟會廟會 真正好一點 對然後裡面有吃的有玩的 就像個夜食一樣 喔喔 痾 今天的燈不一樣耶 欸 今年比較 今年比較亮 比較漂亮 後面那邊 我們來到了中山堂 這裡所有學生們還有各個參展作品都會在這裡展出 最多燈的應該就在這邊了 飛天撲鼠 你知道我現在走在這裡突然覺得有點恐怖 為什麼 因為我上禮拜在辦公室打死了一隻老鼠 現在突然覺得好像又被老鼠包圍 他們會不會來報仇 這一隻叫做龍貓鼠 所以是貓還是鼠 就是龍貓系列的老鼠 各位米奇老鼠的粉絲們 你騎老鼠 老妹的專利 來我再給你第二個機會 請問人文藝術頻道的YouTuber 對於這一次中山堂這邊展出的老鼠的燈光裝置作品 有什麼樣的想法嗎 今年的人潮明顯少很多 誰叫你講人潮 你要先講完 但是參賽作品其實還是很豐富很多元 不會輸給往年 但是我都不知道老鼠的種類有這麼多 對啊 而且逛完以後會想到一首歌 什麼歌 老虎 老鼠 加斯阿芬不清楚 這邊的作品從幼稚園到國小 國中高中到社會主都有 所以會有各種各類的展出作品 但是整體來說 每一年來看燈會會有不一樣的新奇感 就是因為每一年的生效都不一樣 所以你每年來看的時候都會看到不同的主題 所以就每年還是覺得很新奇 而且我每年都會發揮不同的創意去解釋這些動物 你說你發揮嗎 喔 我說參賽的人 我們要講錯話了嗎 10年來 你講錯話了是不是 走啦走啦 我好難過喔 我去年最期待的就是這個 猜謎 對啊不是 是舞台上面有那個啊 有拆登迷的遊戲嘛 然後在舞台上面的表演還有非常熱鬧的 就是那種 窄歌窄舞啊 就是 廟會啊還是 對對對 我剛剛那個是ParaPara Sakura 你現在透露你的年紀了喔 你有沒有看過之前那個有人在這種 表演跳那個唱那個聖鬥士心死的歌 我知道喔 一個女的 而且超強 超強 我知道那一段影片我有看過 我好想現場聽到喔 我希望我有一天的現場聽到他唱 你不要連燈會都摘音摘雨 OK 但是我們主燈 不知道他看不看得到 對啊 快過去吧 走啦我們去看主燈好了 請問今天是貓年嗎 不是啊 你猜不到他主題的用意嗎 有一點gap不到 好像是說叫做躲貓貓 貓抓老鼠的意思嗎 老鼠躲貓貓 所以老鼠是上面的那個球 應該吧 雖然說我一度懷疑是不是河豚之類的 他有可能要跳脫以往 就是不要都是一隻老鼠的形象這樣 另外一種的呈現方式 藝術 現在因為時間已經晚了 現在是10點16分 他燈已經關了 所以是 一點點的缺憾 今天沒有看到點亮的 你還有其他天可以看啊 我才會到這禮拜天啊 你知道要我踏足夾門 這一步有多困難嗎 所以這個就是一年一度的台北燈節 我們就用鏡頭來記錄一下 2020年的台北燈節 讓全世界各地的愛著我們可以看得到 台灣台北的西區的燈節 因為今年聽說不只是西區 還有東區那邊也有 還有南港山南館那邊也有 但是今年真的可以明顯的感覺到 人潮真的是比較少一點點 還有燈也少很多 就縮小規模舉辦 對對對 也有可能是跟今年的疫情有關係 最後要不要祝大家身體健康平安 希望這個疫情早日落幕 現在元宵已經過了 所以不能再祝大家新年快樂 祝大家身體健康 雖然今年的元宵節有點缺憾 就因為這件事情 還有一件事情啊 什麼 你說買了元宵要帶過來我家煮 結果咧 結果咧我的元宵在哪裡 我已經吃完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留言訂閱分享 我們有一個主頻道還有一個子頻道 記得喔 旁邊小鈴鐺要打開喔 想要充實人文與藝術的話 就訂閱子頻道喔 你敢說 掰掰 wanted wanted to thank you 還沒有 我 أ滯馬 都逆